Hello 大家好 我是迪散世界陈森迪 欢迎收看我们迪散世界的第128期节目 几个星期前呢 在我们的第124期节目中呢 我和大家有分享在R1即将开盘的景观星盘 那这个景观星盘呢 是位于Portola Spring里面的Olive Wood 那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 所以我在第124期呢 给大家大概做了一些简单的介绍 那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来一些重要的更新 因为呢 这个星期六就要正式开盘了 同时呢 也回答一些大家经常问的问题 那话不多说 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 首先呢 我们大致来了解一下 这个星盘它所在的地理位置 在图示上你可以看到很明显 就是Target的地方是R1 其实R1是Orange County一个非常比较大的城市了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星盘呢 属于R1的东边 也就是它靠近Lake Forest的北边 也就是说 基本上是接壤于Foot Hill Ranch 然后它的北边呢 是Altch Hill 花果山啊 还有Northwood 北木 以及Woodbury 还有比较接近El Camino Real 然后它的西边呢 是和Great Park 是比较接近的 所以它基本上是被这些 也是相对来说啊 新区环绕的 因为什么 你有Foot Hill Ranch啊 你有大公园 Great Park 以及花果山Otcher Hills 然后它的东边呢 就这个星盘的东边 是靠山的 其实我觉得这些风水应该很不错 因为你有被靠背嘛 是不是 我们中国人不讲究风水吗 你要面朝大海 像西边是可以看到城市风景和它的那个海景 我想海景可能看不了太多 远远的可以看到一些海景 但是你被靠的大山啊 被靠的大山呢 这个是有靠山啊 是不是 咱们讲风水嘛 讲究风水 那这个呢 就大概的了解了一下它的地理位置 接下来呢 给大家大致讲一讲 介绍一下这个星盘的大概的情况 之前呢 在我第124期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了 是说97套房分实际左右 那那时候的数据呢 是因为还不是建商完全能confirm 它还没有公布它具体的信息 那只是他们的交售部给我们大概的一个情况 因为Sales Office他们也不能够什么 在开盘之前他们也没有确定的信息 包括定价等等等等 etc etc 所以呢 那今天呢 就给大家重要的更新 也就是说这个星盘它总共开发是100套房 它是分17期的来开发 也就是大概平均算下来是每一期的话 它只放出来大概5到6套房 5到6套房这个其实数量不多 所以可想而知大家可能会就是强的头破血流啊 在这个星盘的这个Sidemap你可以它这个就是平面图 你可以看到这个右下角呢 这个Brainwood是它这个上这个山坡 上这个山坡的一个主道 然后上了山坡以后呢 你看到它这个样板间呢就是123 123是样板间 你可以跟着我的鼠标走 123往下开发往下开发 然后就顺着这个外环 这些外环一直开发过来到这边右 应该是左边了 那左边以后呢就开始进入它的内环 就从这个内环开始开发 就比如说你看这里25套 然后就从这里 就是在应该是Misty Water Misty Water 然后这里改 这里管环了 内环一套开发过来 从26开发到39 因为它外环一圈是从第一套开发到25套 然后内环是从26套 从这里一直转过来 转过来转过来39套 然后再转过来40套45套46一直转过来 也就是这个内环的内景房 这一团是 可以说是外环一圈完了以后 这是第二圈 第二圈完了以后 那就这里是从大概到了48期 48期我们从48期再找 从57开始差不多 就从52从这里开始 52从这一环56 58 然后再绕过去 绕过去从59 等于是这一边这一排 然后就接下来开发的 接下来开发以后 完了以后呢 再从这里就是63是吧 然后这里就64 从这里又开始 64到6710 然后这里就 这里又开始有景观房了 然后就70到73 然后从这里开过来 跳过来 又到这里最好的绝佳位置 就是从74 到可以说是到93了 我觉得74到93这个lot OK这些lot的话 它的风景是我个人认为是最美的 因为你可以看到城市风景 因为靠向西嘛 然后呢 这个朝向也我觉得不错 因为东西朝向 它的采光是最好的 当然我们中国人也讲 就是坐北朝南 所以它这里也有一些 坐北朝南的房子 就是它内景房 像这些 基本上应该是 是坐北朝南的 然后这一排的话 是东西走向的 所以它的采光都非常好 不管是上午还是下午 因为东西走向 所以它都有阳光 采光非常好 而且74到93呢 它的景观也特别漂亮 然后当然下面这一圈 也就是说7号到25号 然后71到73 包括93到94 还有1到6号 这些lot的话 你都可以看到山景 都可以看到不同程度的景观 包括社区公园 然后这里开发完了以后 再从这里93 94绕过来 最后一期呢 是在这里 就在这里有Colosec 在94 一直到100 所以它整个就是 就昏几个环绕 这样绕过来 所以如果你要买 最好的户型 可能就是比较靠后一些的 接近尾声的那些 那几期的话 就会出最好的景观房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的话 因为它 Evan还是要一直向东延伸 所以即便是这边 你看的是山景 将来说不定 某一天N年之后呢 后面的山景框 也会被开发出新的社区 你也可以看到城市风景了 是吧 Anyway 那我们接着继续往下聊 在我们继续下一个topic之前呢 提现它一下 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视频呢 是我们地址世界的 Sendition Realty的油管频道 是我们的主频道 我们今年呢 也开发了几个月前 也同时开动了我们的副频道 就是美国地址 Sendition Realty International 在这个副频道上 你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内容 你在我们的 就是在我们的 Social Media平台上 也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基本上 是多个平台同步更新的 所以你在我们的油管呢 频道上看到的内容 基本上能够在小红书抖音 TikTok上面都能看到 OK那接下来呢 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呢 那经常大家问的最多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大家问的最多的 就是这个新盘 新房它的要价是多少呢 这里分两个category 第一个呢 是有景观房 还有一个呢 是没有景观的房 那景观房呢 是什么 它的起步价是320万起步 你可以看到 我给大家选的这图 你可以看 这风景很开阔 你会不会感觉到 虽然是处于城市之中 但是有一种像是 世外桃源的感觉 如果你看到外面 三元绵延 还有那个景观 我感觉好像在意大利 或者是在法国的哪个乡村 有那种这种前缘气息 要扑面而来 所以呢 我感觉这景观房 那当然是 也呢 物有所知 你花的钱多 你就享受的更多 同时呢 你将来卖房的话 也可以卖出好价钱 所以说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景观房 是非常值得 那这边无景房的话 那当然你就是 也要享受这个社区 好的学区啊 好的社区环境啊 然后在 而反正这么好的 城市生活呀 但是景观可能就是 有点欠佳 当然价位好 所以说 你要在这两个之间 衡量一下 那无景房呢 它是220万起步价 总的说来 In summary 总结一句呢 就是说景观房和 无景观房呢 他们之间差价是100万 OK 所以呢 无景房是220万起步价 景观房是320万起步价 那另外一个 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 就是税 那这个地产税有多高啊 是不是你看 有些兴趣的在 七七八八加起来 然后101.8%了 将近2%了 所有的东西 似乎都是相对性的 如果你去德州看一看 你就觉得 1.8其实并不贵 那所有的相对性 当然 咱们既然是买房嘛 当然要从它的持有成本 考量的话 那尽量的是买 或者是投资 或者是买 就是说资助房也好 压力不要太大 所以它的持有成本 相对来说较低的房产 是吧 那这里你可以看到 它的base rate 它的房产基础税率 才只要1.05% 而它的总体的税率 是1.3% 其实这个 在尔湾的新房 相对来说 其实这个并不是很高 那它这个 基础税率是1.0.5% 然后再加一个 special assessment 就是特别的 就是特加税 那特加税呢 它是2000美金一年 或者是1700 per year 它这个呢是 including 也就是说 它这个是2000 per year 还有呢是1700 这两个是加在一起 是差不多3000期 那这里它是什么用途呢 它说一个是什么 是2000 per year for assessment district 这个的话 大家可以去在网上 可以google到 它的目的 它也就是说 它征税的目标 目的是什么 然后还有1700 per year 是for Irvine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也可以在google上面找到 它这个呢是 就是为它的学区 或社区 基础建设 配套设施 这些目击资金 OK 所以它总共加起来 是3700美金一年 这不是每个月 那这个基础税率 总的是1.05 总结一下 它的总体税率是1.3% 还有一个问题 大家问的最关系 问的最多 也最关系的问题呢 就是 那这个小区 物业管理费有多高啊 其实这180美金 一个月的小区管理费 其实我觉得 这是非常亲民了 因为真的 我在我们有一期节目中 跟大家分享到 应该是122期 还是123期 有跟大家分享 就在Irvine买房 有哪些 就是大家 你需要关注 或者是说 让大家头痛的地方 因为Irvine 大多数的社区呢 它都是有HOA的 都有业主协会 而且呢 它的平均的收费 是380美金一个月 所以 这里180美金一个月 也就说 它是低于Irvine的 平均的社区业主协会的费用 所以说180美金一个月 真的是非常亲民了 它这里面包括 Portola Spring的一些 就是recreational amenities 它的配套的一些娱乐设施 包括一些common area 就是说 你的公共区域的一些 草木花草啊 那些维护 护养 另外还有大家问的最多 就是我有兴趣买房 那我要放多少 那个定金呢 这里定金是这样 它分两个category 就是分两个不同的种类 第一呢 就是如果你是通过 建商他们prefer 他们首选的贷款机构 来买房的话 那你只要放 七万五的定金 但是如果你是通过 他们就是说 不是他们首选的贷款机构 而是以外的 就是可以说是 不是建商prefer的 那个贷款机构的话 或者是你是用现金购买 或者呢 你是要来买来投资的 那你这种买家的话呢 这类买家呢 那你的定金是需要交 十五万 也就是七万五的两倍 twice as much 所以这个定金 相对来说 还是ok的 你买二手房的话 一般也是要交 百分之三的定金 right 百分之三 基本上是差不多了 当然因为它是说 你要是不通过 他们prefer的贷款机构 它要make sure 你的承受能力 能够负担得起 所以它要求你付 两双倍的 七万五 也就是十五万的定金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还有一个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呢 就是说 那这个就说 这个房子啊 可以说是建商 已经设计好了 但是呢 我想有一些个性下 个性化的 那个什么 设计啊 或者是调整啊 personalize it 那这样的话 这个new home 建商new home corp 它是能够让你在整个这个 这个就是买房的过程中 它有一段时间 也就是说 可以让你去它的design center 去挑选 挑选你自己喜欢的设计 当然这是属于半定制啊 因为它即便供给你的选择 也是在它的那个提供的 就是option的前提之下 所以你不能够选择说 我要你这个里面 没有的建材 或者设计 那是不行 不允许的 一定是在怎么建商 它提供给你的option里面 你可以再挑选你喜欢的设计或风格 也就属于说 半定制家居设计 也就是semi-customize 另外一个问题 大家问的最多的 特别是有客户 我有客户 他要卖了房才买房 他就说 Sandy我这里卖了房 我要没地方住 那我怎么办啊 那我要马上要有无缝 我希望的是无缝连接啊 我这里卖房 我这立马可以录住 这个给大家set up right expectation 就是你的期望值要设定对 它这个第一期 首期 它是明年年初 预计是在大概在一到二月份 晚一点会三月份 也就是第一 一月到三月份 那时候是交房 它的首期交房 应该估计保守来说 应该是二到三月份 OK 如果建商跟你说一到三月 基本上尽量想的是 往后推一点 以防万一 所以说基本上 你要play conservatively 那就大概应该可以是 两到三月份 你可以是首期住户呢 会录住了 所以说是这样的 然后再以此类推 基本上快的建商的话 三到四个月 卖了建商五到六个月 可以完成一起的建造 还有一个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 就是说 那这个房子 我买了新房 它有没有保修 就warranty 比如说你买一个冰箱 买一个洗衣机 或者是昏干机 它都有一个warranty 那我买这个新房 有没有warranty呢 有 其实它给的warranty呢 这个建商给的warranty 是比较标准的 基本上标准的warranty是什么 新房都是一年的安装和装修保修 还有十年的structure结构保修 fit and finish是什么呢 就是一般来说 特别是我们属于 我们不属于完全严重的地震中 也不是地震 地震带 可以说是属于地震带 但不是正宗 所以这里或多或少 而会有一些轻微的一些晃动 所以呢新房它都有一个什么 都有一个settling settling的话一般至少是6月到12月 这里就是为什么说建商提供12个月 也就是一年的 它那个fit and finish 所以在这个期间内呢 你就可以什么 你就可以去找建商来帮你做一些review 这里给大家提醒 就是你收了房以后 assuming everything is good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就是说老早建商这个那的 因为这个房子它有一个settling的过程 那这个settling的过程基本上是6个月到一年 除非是非常严重的它的问题 非常严重问题 你找建商来给你立马 来给你怎么样去maintain 但是我的建议呢 就是说等到就是11个月 11个月 你们送到房以后 第11个月 在11个月到12个月之间去找建商 给你做一个统一的review make sure你这里面哪些地方需要去跟它 去touch up或者是怎么样 因为它真的是需要有一年的时间 但是千万别忘记 如果第一年过了以后 你没去找建商去帮你做一个完整的maintain 那你就miss掉这个机会了 10年的结构保修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标准的 我觉得这个是no brainer you know structure 它给你只guarantee 或者是warranty 10年 那还有一些大家经常问的问题 就是说我怎么能够上建商的优先购买名单呢 也就是builders priority list 然后还有呢就是我要用现金买 或者是贷款买 那我怎么样才能够通过这个流程是什么一个走法呢 那这里呢因为这些问题啊就是多少有一些客制化 也就是说根据你的具体的情况不同做一些不同的调整 所以呢在这里的话我会建议就是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跟我联系 下面呢是我们公司的toolfree电话号码 就是18776227789 again18776227789 你可以拨打我们的toolfree电话留言 或者是发email也可以 也可以上我们的网站跟我们联系 那我们呢可以给你一些更加细致的客制化的一些咨询 那话不多说我们再继续再聊 那这个呢是给大家三个不同的sample 就是我们的那个自媒体平台上面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信息 包括这里有三个sample 可以说是样片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比如说25年 25年2025年抄底会不会有希望呢 现在是不是最高点不应该买呢 这个你可以上我们的那个有关 我们的自媒体平台去问问这个问题 至少我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说只要你的能力能够承受的前提下 什么时候买房都不是都不会说是一个mistake 因为他房产不管你怎么变化市场怎么办 这是刚需的 这个住宅房是刚性需求的一个demand 所以说不管是房市怎么变化 或者是说经济状况怎么变化 我觉得这个都不会有问题 就只要你的持有期足够长 当然我不建议大家就是说去冒风险 就是说我要flipping啊怎么样一两年就要出手啊 这个是交给有经验的flipper去做 你要是这方面没有经验 没有这方面的资源 不要去冒这个险 OK我建议你就是还是老老实实的 买些刚性需求的房源来做投资 这种也好 只要你能够承受得起的前提下 任何时候买房都不是个mistake OK 然后再用数据告诉你 Ivan的房市哪里跌价最厉害 这个的话也在买 Ivan买房之前也应该上我们的频道上去看一看 这个分享 另外呢就是巴菲特 今年年初狂扎了8亿进入房市 就说明他对房市还是非常看好啊 所以说这个我们是非常关注 就是大佬 投资大佬我们他的任何动向 如果大家说 找不到你的这些短视频平台怎么办呢 就可以在这里扫二维码 你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短视频平台了 那接下来我给大家稍微的概括一下 他有哪几种户型 他总共有三个户型 具体呢我建议大家看我们的第124期节目 因为在我们的第124期节目里面呢 给大家详细的分析了他各种户型的优缺点 在这里给大家大概的介绍一下 这是他户型一 他是四间卧室三个位移 居住面是2870平尺 那他是从 也就是从Low to Millions起步也价 也就是说210万220万这样开始起步 然后呢 这里是他的平面户型平面图 话不多说 你可以上我们的第124期去看详细的内容 那户型二呢 它也是四间模式 它是有三个位于 居住面积是2980平尺 将近3000平尺 这个呢我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比较喜欢这个户型 是因为它有一个可以说是建商送的大阳台 而且它的采光非常好 具体的户型的优缺点详解呢 去看我们的第124期节目 这里是他的平面图 给大家留几秒时间 所以你有兴趣上可以截图 自己再慢慢的去研究 第三个户型呢 是它也是四间卧室 然后它是4.5个位于 据说第三个户型 你可以再把它加出来五间卧室 那根据你们家的人口多少 你可以再去跟建商去做一个 半制定制的一个customization 它的居住面积是3220平尺 那它的物形平面图在这儿 也给大家几秒时间呢 去截图 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如果自己研究不透 或者呢想偷懒呢 就欢迎上我们地产世界的第124期里面 去看我们的详细的解说 最后呢 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耳关的橄榄木是我们在几星期间给大家分享的 第124期节目里面分享很多的 很多的内容 就关于你在这边 橄榄木买它的新房 需要注意或者是了解的哪些方面 如果是想看这期节目的话 可以少它的 少我们的右下角的二维码 可以上我们的油管频道去看 哦我忘记介绍了 如果大家的话上不了油管频道 你也可以上我们的小红书抖音 西瓜视频 因为我们这些所有的这些分享啊 油管频道上都会同步更新 在我们的短视频频道上更新 那这里呢给大家分享的是第124期的概要 就是我们也介绍了橄榄木的新区 然后还有它的学校介绍和评分 以及社区的配套设施介绍 还有住宅的户型和平面图的详细解说 以及在橄榄木社区买房 有哪些潜在的风险 这些的话我相信在买房之前 你都应该的去进一步的了解 所以说买房是一个大的purchase 是个大的消费 千万不要太冲动 一定要在考量周全调查清楚了 然后再下手买房 如果实在是说 自己没有时间去做这些homework 那你也可以欢迎跟我们和我们团队联系 那我们可以呢帮你去分析判断 给你推荐最好适合你的房产 在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之前呢 Cindy我要给大家几个彩蛋 第一个呢就是 Can you get your deposit back If you change your mind 如果你改变主意了 你能不能把定计拿回来 这里的答案是no 现在几乎所有的键商的话 你只要一放定金 这个定金是拿不回来了 不管你有什么理由借口都无效 OK 这里是大写的no capital no 所以呢 如果你一旦放了定金要买房 决定也做好以后呢 就不能再改变了 也就是说提醒你 在做这个决定之前 一定要想清楚了 考虑周全了 再下单 但是呢 这个并不妨碍你上键商的priority list 你上了它的优先购买名单 这样的话你至少有什么 有截足先登的机会 至于你到底放不放定金 签不签合同 那是后话是吧 你可以到时候再想清楚 但是呢定金一旦放下了 就不能拿回来 这条给大家提个醒 第二个彩蛋就是 Is there an investment cap for this community Investment cap肯定对大多数的买家来说 甚至包括一些经济人 他都不太了解这个概念 Investment cap就是大多数的社区 特别是管理非常严格 或者是说有规范性的这个社区 他都是要求他的investment cap是比较低的 或者是说比如说20% 30% 这个社区的房产是不能够作为投资房 他主要是要营造一个整体优美的 良好的一个居住环境 所以呢他不会允许说 他的投资房占的比重过大 那至于这个社区有没有这个investment cap 这里呢就是 Cindy不是说不想告诉你答案 因为他毕竟是比较敏感的一个话题 因为有些具体的话呢 如果你有兴趣想了解 你可以和我联系 我可以跟大家聊聊 第三个彩蛋就是 Any sales incentive for olive wood new homes 有没有促销或者说折扣啊 这方面的seller credit 这方面的一些激励措施 可以这么说 跟你这么说吧 在这个社区 如果你想要去拿折扣 或者是拿一些卖方的一些credit 我可以说next to nothing next to zero 可以这么说 几乎不可能 你想啊 在r1本身新房就很少 二手房源也不多 在这种前提下 你要买新房 因为我们华人 中国人还是比较喜欢住新房 能够找到他的持有成本 相对来说 非常低的社区 真的不好找 还别说这个社区 还有景观 位置 社区 包括学区都非常好 他的税底 总共加起来才1.3% 同时呢 他的那个HUA 就是业主协会的费用 也比较低 才只有要180美金一瓶 一个月 所以呢 总体来说 他的持有成本 是属于偏低的 在r1 找到持有成本偏低 同时呢 又学习好 社区环境又好 又有景观 这么好的一个package 所以我想建商 它是不会提供incentive 所以给大家set right expectation 就是你的期望值 要把握好 在这方面 基本上是 不可能 总体来说呢 在最后呢 给大家分享 这三个彩蛋 那如果你还有一些 其他的问题 或想进一步的了解呢 也欢迎和我 和我们团队联系 你只要上我网站 就可以找到 我们的联系方式 OK 那希望今天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哦 最后呢 要跟大家说的是 我们每周三 和每周五的下午 每期时间三点 我们线上见面 不见不散 我们给大家分享 各式各样的 有跟房产 直接和间接相关的内容 那今天呢 我给大家做一些内容 因为是时间的原因 所以今天周六 给大家做了一个特辑 因为下周六的话呢 这个星盘就要开盘了 所以呢 我要感谢大家 在这个星盘开盘之间呢 给大家一个详细的更新 以及注意事项的分析 包括各方面的 大家应该了解的一些信息 最后要给大家讲的就是 知识就是力量 信息就是财富 点赞关注不迷路 迪士兰世界来带路 您的关注和点赞的话 可以激励和鼓励我们 和我们的团队呢 能够给大家提供 更多更好的内容 那我们下期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谢谢大家